洗脸的六大NG行为 你知道吗 保养好不好最大的关键 竟然跟洗脸有关 NG1水温过高 你知道洗脸的水温如果太高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高于自己的体温 那其实对皮肤就是一种刺激 你在洗的时候 虽然会帮你把皮脂 就是一些油脂洗干净 但是相对的 会让你皮脂的一个保护屏障变弱 所以皮肤容易洗完之后变得干 变得痒 甚至会变得比较容易敏感 然后接着就容易老化 NG2洗面乳为起泡就洗脸 洗面乳一定要充分的起泡 因为这里面通常有界面活性剂 或者是起泡剂 如果你没有靠充分的起泡 它就没有办法靠清水完全的冲劲 对皮肤就会是一个伤害 那当你在家里记得起泡的时候 你的手一定要攻成这样子 因为这样你在搓揉的时候 空气才会跑进去 大概像这样子的一个泡沫 你就可以直接上脸了 NG3洗完脸之后停留在皮肤上的水分 记得用毛巾是这样子轻轻的压干或湿干 千万不要这样 直接拿毛巾擦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这样的摩擦会造成毛巾跟皮肤之间的一个摩擦力 其实对皮肤反而是一种伤害 NG4没有卸妆就洗脸 你可以看看如果我们没有先卸妆的话 直接来做洗脸的这个动作 就是不论你起泡起得多好 然后洗得多干净 大概搓了一分钟之后 然后我们用清水大量的洗干净 冲干净 就是会造成这种结果 你的手上彩妆依旧还是在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们一定要先卸完妆 再来做洗脸的这个动作 NG5没有洗手就洗脸 要记得你的手可能是脏的 那你这时候就洗脸的话 你的脏东西会跑到脸上 MG6洁面产品停留在皮肤上过久 我们说清洗的这个时间 最适当的时间就是一分钟左右 毕竟它是要离开你的表面 带走脏污的 如果停留太久 其实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一个负担 最后要提醒大家 脸洗对了 还有一个美港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我们在洗脸的时候 不要忽略了 鬀角还有耳后这些地方 因为常常会发现很多人 在这里有很多的小粉刺或痘痘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在洗脸的时候 忽略了这个小细节 所以一定要记得 NG5没有洗手就洗脸 你要记得 我的电脑OK NG5没有洗手就洗脸 你知道手啊 今天在外面一天的风破 好开玩笑 哦 哦 �ib спис 谁用 哈哈哈 啊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 almost face 你 вообще 尾